来看老外是怎么整小偷的 这个整股专家非常会玩 把一个哭泣的发带装在盒子里 然后假装打电话 装作突然遇到很要紧的事慌忙离开 包就这样留在了原地 一般情况下 小黑看见周围没人都会上前查看 然后替施主把包包暂时保管 当然翻开也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无人认领嘛 小黑不知道 包里除了有诱人的哭泣发带外 还有一个麦克风 他的一举一动全部被监控 更觉得是这个发带上 被涂抹了一种令人起养难忍的粉末 一旦带上好玩的事情就发生了 先来看黑哥的操作 发现哭泣发带后 黑哥立刻套在了头上 还高兴的唱起了歌 更不忘拿起手机自拍 假装自己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这都还不过瘾 他打开车门 下车准备再去几组外景 就在这个时候 粉末的作用开始发挥 黑哥的头起养无比 黑哥把头发都快挠没了 但症状依然没有减轻 这个时候整人的小哥出现 问黑哥为什么拿走背包 黑哥不但没有羞愧 还熟了小哥这么重要的东西 居然能随意丢在路边 对付这样的窃贼 整人小哥只能吓唬他 说自己有传染病 带了他的发带之后 很快会毛孔出血 直到头发全部掉光 我想黑哥接着就要去医院了 有他念的不知小黑 这位大哥看到背包后 同样野动的歪心思 看到里面装了一条哭泣的发带后 兴奋的不要不要 立刻就带到了头上 还不忘照照镜子 紧接着掏出手机和朋友 开始炫耀 自己买了条限量的哭泣发带 这个时候 坟墨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大哥还没察觉 以为自己只是三天没洗头 头有点搔痒而已 但慢慢的发现有点不太对劲 搔痒的感觉越来越严重 看到大哥奇养无比无法忍受 整人小哥只能上前教育 以后千万不要随便打开别人的背包 但好像打开别人的包是老外的通病 打开就算了 还总爱把别人的东西带到自己身上 这个少年也一样 依然没有抵挡住背包的诱惑 看见里面有条哭泣发带 连自己的帽子都不要了 想都没想就套在了头上 他也一样 起初以为自己三天没洗头 但马上搔痒就越来越严重 养到把墙在头上蹭 最后直接倒地不起 就像中了唐僧的紧箍咒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好玩 那接下来的恶搞就有的看了 这次准备了一双哭泣鞋 里面装上了电机装置 鞋垫上面用了502胶水 还有前面用到的羊粉 这三样东西加起来 肯定有看头 来看今天第一个倒霉蛋 看样子是个醉鬼 大白天就躺在街上喝酒 整人小哥把鞋放在一边假装打电话 然后假装很慌张地离开 醉鬼看到哭泣的鞋后 别提有多高兴了 立刻扔掉自己的回力 把这双价值不菲的哭泣穿在脚上 别说你还真别说 鞋穿上了还真合适 穿上这么贵的鞋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炫耀 他掏出手机 把新鞋和二锅头酒瓶放一起拍照 这要放在朋友圈可不得了 这时电机系统启动 醉鬼先是感觉一阵剧烈的疼痛 然后拼命跺脚 他现在只想把鞋脱下来 可鞋垫上有502 短时间内可脱不下来 折腾了半天 好不容易把两双鞋全部脱下来 接下来就更难受了 羊粉开始发作 本来就容易发痒的脚心 在羊粉的作用下更痒 还不能使劲扣 醉鬼只能把二锅头倒在脚上止痒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这下脚应该不会臭了 毕竟酒精消毒了 接下来这位黑人小哥 依然触发了被动技能 一双鞋扔在面前 不穿白不穿 不过有一点黑人的脚都很大 这次不能多大鞋多大脚了 鞋虽好 但死活塞不进去 更可怕的是被点击后还拿不出来 黑哥遭了老罪 这下尴尬了 鞋怎么也脱不下来 而且起氧无比 好不容易脱下来 就立刻开始疯狂的脑 最有意思的是 当整人小哥回到现场后 黑哥还怪他 为什么把这么小的鞋放在这 你让人家怎么偷 接下来这位更奇葩了 根本忍不住 毕竟自己本来就穿的拖鞋 当发现是哭泣的时候 高兴的不要不要 还边穿边唱起了歌 接下来就悲剧了 电机启动 直接被电到 他好像也喝醉了 说话口齿不清 还站不稳 只能一直被电 好不容易脱下来 脚又开始扬 实镜搓实镜抠蛋 症状没法缓解 各位记住 别人的鞋 可千万不能随便穿 就这样了 快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